好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主題是 一元二次式的分解 那我們討論一元二次式的分解之前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題目 如果今天x平方-5x 加6 等於0 好 這個是所謂的一元二次式 元呢就是位置數 二次就是最高次 的次方是二次 我們今天希望把這個一元二次式分解成兩個 一次式相乘 主要的目的是我們希望解出x 到底可以等於多少 好 在討論這個之前 我們先複習一下 如果今天10 可以等於 多少乘以多少是不是1乘以10 或者是2乘以5 好 以前學過10可以分乘2乘以5所以2是10的什麼 因數5也是10的因數 10是2跟5的 倍數 所以今天一樣 一個一元二次式我們拆成兩個 一次式相乘 這個一次式會是 x平方-5x加6的因式 這個 也會是 x平方-5x加6的因式 所以我們來看看 今天我們要怎麼樣把一個一元二次式拆成兩個一次式相乘 首先 我們可以先假設 x 等於 a 跟b 今天如果x等於a跟b的話帶到這個 方程式裡面 a平方-5a a加6 會等於0 一樣 b帶進去 b平方-5a 加6 也會等於0 好 那我們在假設上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子寫 x x- a x-b 0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寫呢 看看喔 因為 如果 a是 跟x是相等的 a帶進去 整個式子是不是可以等於0 因為a-a 就等於0了 所以0 任何式子還是等於0 好 一樣 b是這個 x的 b跟x如果相等的話 b帶進去 b-b b 一樣等於0 所以整個式子也會等於0 所以這兩個都是成立的 好 所以 在假設上我們已經確定可以假設成x等於a跟b了 那我們來看看 接下來要怎麼寫 x-a 乘以 x-b 等於0 用之前學過的 乘法的分配率來看 x乘以x x乘以-b 負a乘以x 負a乘以負b 我們把這個式子拆開來 x平方 -bx -ax 加 ab 會等於0 好 所以我們把這裡整理一下 -bx-ax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x平方 - - - a a 加 b x 加上 a乘b 等於0 好 對照一下原本的式子 今天式子是告訴我們 x平方 -5x 加6 等於0 好 所以 從式子的對照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a加b 會等於多少 等於5 好 a乘b 會等於6 所以我們在這邊 可以來討論一下 a 加b 等於5 a乘b等於6 好 今天a加b等於5 a乘b等於6 的所有可能我們在這邊 把它列出來 來 a加b等於5 a可能等於 1 4 2 3 3 2 4 1 還有可能等於什麼 等於50 跟 05 好但是 別忘記我們要同時符合第二個條件 a乘b等於6 所以哪個乘起來會是6呢 只有這個或是這個 2乘3跟3乘2可以等於6 所以 a可以等於2 或3 b也可以等於 2或3 所以我們把 式子 帶回去 好x等於2的話 我們整個式子可以寫成 x-2 乘以 b帶3 x-3 等於0 好我們來驗證一下把這個 式子拆開來 x乘x x乘以 -3 -2乘x -2乘以-3 的結果是什麼 會是 x平方 - 3x-2x 加上6 等於0 有沒有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式子 對照一下 x平方 -5x加6 等於0 所以又回到原本的式子 所以我們很成功的把一個 一人二式子拆成兩個一次式相乘 我們把答案填上去 x-2乘以x-3 好所以從這個式子 的拆解我們可以知道 x 可以等於 2 或是3 為什麼呢因為2再進去 2-2等於0 0乘以任何數都是0 OK 3再進去 3-3等於0 所以乘以任何數也都會是0 所以今天 我們把一個 一人二次是 拆解的過程 好接下來我們來練習看看 不同的題目 今天如果題目問你 x平方 - 2x加1 我們應該怎麼拆解呢 用剛剛的練習方法我們可以把它假設成 x-a 乘以 x-b 好 把這個 式子拆開來 x 平方 -b x -a x 加ab 稍微剛剛忘記寫等於0 好 整理一下 x平方 -a 加 b 乎 x 加 ab 等於0 所以今天 a加b要等於2 a乘b等於1 再來討論看看ab可能等於多少呢 a加b等於2 a可能等於0 b等於2 a等於1 b等於1 a等於 2 b等於0 好 但是我們同時要符合第二個條件 a乘b等於1 所以 只有 這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 很清楚的知道 x平方-2x加1 拆開來就會變成 x-1 瓜糊乘以 x-1 瓜糊等於0 再來驗證看看我們算得有沒有算錯呢 把這個乘進去 x 乘開 x乘x x平方 x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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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這個式子又回到了題目所告訴你的式子 所以經過我們的分解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 x平方-2x加1 就會等於 x-1 x-1 x就會等於 1 好 x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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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-2 x-8 感谢观看